哈囉,大家好,我是腿 這部影片我要跟大家分享 每個禮拜都能免費獲得卡片的三個彩蛋 那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第一個彩蛋是我們在禮拜一的晚上六點到十點之前 要來這個城堡主樓,跟著我往這邊飛 先來之後我們看到這隻黑貓,然後跟他講話 然後選第一個 就可以拿到一張黑貓卡片 第二個彩蛋是我們在每個禮拜三的晚上六點到十點之前 也要來這個魔法使教室裡面 然後我們來到魔法使教室之後,跟著我走 點這個怪獸書 然後選第一個 就會拿一張怪獸書卡片 那最後一個彩蛋是每個禮拜五的晚上六點到十點之前 必須到圖書館 那首先我們點這個魔咒 然後選獲得咒語 然後就會來到圖書館嘛 然後跟著我往這邊走 這邊 看到綠仙跟他對話 然後選定身咒 就可以獲得三張綠仙卡片囉 那這三個卡片是每個禮拜都可以獲得的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去哪 這部影片就到此結束 我是腿 我們下次見 掰囉